大家好,我是小红,为什么饭店的白蜇虾这么好吃? 今天分享广式名菜白蜇虾的正宗做法 肉质鲜嫩Q弹,营养又美味 做白蜇虾第一个要求就是我们买虾 一定要选这种新活大虾 不管是满海虾或者养殖虾 我今天买的是福建大明虾 现在的虾比前两个月便宜了一点 现在我们把大虾处理一下 先用剪刀把头部这个锋利的虾枪剪掉 然后虾枪下面这个就是虾包 也就是虾的内脏把它挑出来 接下来我们把虾须虾腿也剪掉 最后我们就要找到虾的倒数第二剪 用一根牙签把虾线挑出来 白蜇虾原汁原味也是最简单又营养的做法 一会功夫全部大虾就处理好了 处理好的大虾倒进大碗里面 加入一大碗的清水再清洗两遍 洗干净控水捞出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切薄片 小葱几颗切成葱段 全部切好先装入盘中 锅中加入适量清水 把前面备好的姜葱加进来 再放入一勺黄酒 盖上锅盖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继续煮两分钟 把姜葱的味道完全煮出来 煮两分钟后再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这样焯水出来的大虾表面更加光滑油亮 切记不要加盐 加盐很容易把虾煮了 白蛇虾好不好吃除了蘸料很关键 煮虾也有讲究 一定要水开放入大虾 大虾放进来之后 煮的时间控制在三到五分钟之间 这里根据虾的大小 桌情调整 煮开后记得把上面的浮沫撇干净 时间到立刻关火把大虾捞出来 捞出来后稍微放凉再摆盘 蘸料准备几半大蒜剁成蒜末 剁好的蒜末用个小碗装起来 三四半葱叶像视频中这样把它卷起来 这样就很好切 把它切成葱丝 切好的葱丝跟蒜末装一起 最后再切一点大红椒丝 切好放一起备用 大虾摆盘的时候 盘子中间放个蘸料小碗 这样摆的时候 虾不容易打滑 摆出来的形状也好看 这里一个盘子刚好摆满 接下来我们把蘸料调一下味 先浇上热油激发出蒜的香味 再放入四勺生抽 半勺芝麻香油 不用加盐 直接搅拌均匀 上桌前把蘸料加入小碟子上 一道简单又美味的白折虾就做好了 肉质鲜嫩Q弹 蘸料简单又美味 家里有孩子长身体的 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香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